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12日 星期三 這一年來 中國股市的表現十分之差 全世界的股市都是向上的 極少數的股市下跌 中國和香港股市可以說是表現最差的一個市場 美國的股市 即使是武漢肺炎肆虐得很嚴重 最新的確診數是140多萬 但是美股仍然是上升的 三大指數都在高位復復 相反 一向防疫表現 據說是很厲害的 可以清零的中國 但是股市 沒有辦法受到市場的排擠 市場不認同的這種做法 所以 大部分的這些表現都十分之差 尤其是他們那些權益類的基金 根據中國的《券商中國》媒體的報導 2022年以來 近六成 權益類的基金都出現虧損 超過400個基金的正值 跌幅超過8% 一年 其實一年 十天左右 其中 股票營 混合營基金平均跌幅是3% 去年表現最平穩最穩健的保證基金 其實也得錄得1%的跌幅 你想一下保證基金 包贏那些 保守基金 基金正值的下跌 引發了投資者的 焦慮 基金也因為這樣 頻頻登上業門搜尋 最近 有一個基金經理自招 說不敢去這個樂母家 吃飯 因為 他一個月 就把這個外母一年的退休金輸了 調查數據顯示 超過八成投資者 在基金的正值大跌10%以上 就會出現這個明顯的焦慮 很正常 誰輸了錢不焦慮的 有時買基金 買基金是長線的嘛 這些會虧的 你們不是專家來的嗎 你們不是很聰明的嗎 教人投資 還要收基金管理費 你們應該贏的 有甚麼理由跟我們一樣輸錢呢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大陸基金的慘況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新聞 集團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在我們的Patreon 以及幫我們 用播放清單 播放多一點我們的影片 看到我們的影片 使得我們的整體收益上升 其實這段時間的股市不斷地跌 包括昨天大陸也跌 基本上今年 開始以來 A股的整體表現已經很差 已經連續調整 只是創業版指數六年跌 今年只有十多天 累積的跌幅已經是8% 表現差得不得了 基金的正值也受到拖累 當然 投資者當然是十分擔心 為我們的錢沒有了 近日 西部利得基金量化投資總監 叫做成鋒顯 發表微博 他說這幾天 跌到也不敢去惡母家吃餐 他還回覆 這些網友 一個月 就把外母的一年退休金輸了 有人就網友建議 那不怕 你還有外父嘛 用外父的錢補儡就行了 然後盛風險就回覆 陸外父也埋下去了 惡父也埋進去了 即是連惡父那份也輸了 當然這個情況是很令人擔憂的 這個數據顯示 目前成鋒顯管理的8隻基金 管理總規模是91.6億元 他擔任基金經理 兩隻基金回報 其實是翻倍 不過拒枉耳 這是以前的事 那麼他 有兩隻 新任職新管理的基金 管理了不夠50天 即是一個多月 整個基金正值 跌穿成本價 今年以來 他管理的四隻基金 正值跌幅超過8% 10多年就沒有了8% 從投資的類型來看 乘風險管理的基金 多數是增強的指數 即是相對進取的 而這類基金主要是通過量化手段 增強產品收益 甚麼意思 就是媽展 量化手段即是做媽展 去槓桿賣的 指數基金 盛風險 他這番自嘲說話引來網民的圍觀 因為他本身管理著 100億的基金規模 其實 也反映了今年基金 開頭的表現很差 這個頭 10多天就已經輸了8% 大家想想 那個幅度多可憐 只有10多天 數據顯示 今年以來近六成這類權益基金是要虧本的 而400隻基金淨值 資產淨值 跌幅超過8% 其中 股票營 混合營基金的平均跌幅是超過3% 即使去年表現穩定的保證基金 即是 老人基金 都有1%的跌幅 大家想想 即是甚麼都死 市場銀市分析 中國基金行業 處於快速增長期 無論是基金的產品規模 還是基金投資者的數量 近年也不斷壯大 但是這個過程之中 仍然是要不斷對大陸的投資者 是一種教育的 因為他們 很多時候未必可以做到風險管理 未必對自己的判斷 會作出負責任的態度 很多時候 不懂 之後就無賴 上訪 抗議 本身 他們說一定要 對國內投資者加強他們的教育 提升他們的 認識 令到他們 其實說穿了制衣 我教會了你 輸是你的事 其實是一種撇清責任 好像香港買的衍生工具 用急口令 三十秒讀完幾十個字 類似的 甚至乎十秒鐘讀完 對於近期市場波幅 那麼大 這個金信基金經理 接受券商中國的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國市場的特點 是七成的盈規 是估值波動所指 反映了情緒 政策 未來業績等變化 而三成的盈利盈規 即是暫時要靠業績 所以中國市場 受政策影響的 是比其他國家大很多 包括情緒主導 有業內人士表示 基金的政績大跌 頻頻登上社交媒體熱手 亦表明了基金投資者 對於這種焦慮的情緒 是沒有宣誓的渠道 所以在網上要發洩 要罵人 要大幅搜索 或者要大幅搜索 他們知道 自己的身家 在短短11天 就縮水8%或以上 今年以來 大家想想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先兆 那些 基金公司或基金經理 其實他們都有 責任要加強 跟投資者的溝通 要教會你 不關我們事 是你們自己沒有眼光 近日中國基金協會發佈 2020年度 全國公務基金市場投資者狀況調查報告 這個報告顯示 超過八成的投資者 在基金正值大跌10%以上 他們就會出現明顯的焦慮 不用你做報告 是人也會有焦慮 不是八成 是大部分投資者都會出現焦慮 當你買了股票 基金蝕了本 調查數據亦顯示 只有8.8%的投資者 表現任何情況都不會出現焦慮 即使虧虧了10-30% 仍然 仍然有這個比例 不過 當你虧虧了的時候 那個焦慮的比例就上升了 焦慮的比例上升到了34.1% 但是如果虧虧了30-50%的投資者 就很糟糕了 他們 就會有很大的焦慮 最多是 35.1% 即是 超過 虧虧了10%就會有焦慮 而 虧虧的幅度越大 焦慮的比例越高 這個正常 我想這個不用做出來 所有人都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 買公務基金的時候 他們的調查數據顯示 有66.8%的人認為 現在大市 是跌 可以搏反彈 但是 而這個大市 正在升的時候 看好市場的比例就有4成 即是 很多人 尤其是投資者傾向於在一個 跌市的時候富貴險中求 尋找一些投資機遇 也不錯啊 因為人肯搏 此外 大陸的基金服務體系 也都在逐步完善 但是大陸有共同富裕 我也不知道 能夠完善到甚麼地步 其中 基金的投資業務 視展近兩年 也取得初步的成效 調查數據顯示 針對基金投資顧問提供的資產配置服務 有兩成的投資者 明確表示 很需要的 而多數投資者 接近一半就表示 投資建議 提供就可以了 上述兩類 投資者的比例去到66.7% 接著 博士基金的另一個基金 分析 現在市場確認宏觀大環境 由改革的窗口期 就已經撤換到高質量的發展期 高質量發展期就會有約束限的增長 意思是甚麼呢 經濟體成熟了 成熟了 增長自然會有約束 自然會有局限性 因為東西已經過了高度發展期 對於這些穩增長 市場還有一定分歧 年初以來 A股 基本上那些增長股就加速下跌 即是駁施股 保守股 老人股 收息股 就頂得住 不過也要虧本 只是虧少一點 美債的利率 也 很明顯會加速加息的步伐 也是吹發劑 A股的交易價 是沒有辦法很大矛盾 而且 是沒有辦法得到矛盾 因為 始終對於A股 他們的信心仍然不足 所以 現在 維持等待 更加好加倉的機會是不變的 意思是說 現在的情緒認為還會跌 大部分人都覺得 我們等待的機會 現在先不要虐待 先跌多一點 一路一路 觀望的態度 在結構上面 低估值的板塊 交易情緒已經到了高位 所以 謹慎就是去高買 不要去高追 所以建議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 推薦一些 比較不景氣的行業 把他們反抵 把他們追落後 每個人都是這樣建議的 最高位沒有人去買 不敢的 Texla 升到1000多元 當時跌到800、900 人們又說不值 另外一個中歐基金就認為 年初至今出現了很大的調整 也是受估值分化 美債收益率攀升 以及大陸的穩經濟增長預期 反覆的影響 但是不存在流動性的結構性失行 他說現在 市場 集中再配置的可能性很低 重新洗牌的機會很低 他們認為跌得很慘 預計 春節假期的臨近 A股波動就會收窄 沒有那麼波動 慢慢會穩定下來 因為人們已經收工了 對於經濟企穩較為敏感的可損消費 金融 基建投資 都可以博得過 說真的 現在大陸經濟 你說是不是完全崩潰呢 又未至於 但是很多地方出現了很大的危機 當然 如果你說要炒股的話 大家 可能真的要自己小心一點 畢竟大陸 也都是 很多地方出現陷阱 投資陷阱四處都是 大家要小心處理 但是我相信 如果有聽我們的《早晨財經》 都會知道 杜森的分析也很準確 體視 很準確的 起碼要教會大家 不要在這些環境上看跌 大戶最近夾上 完全都捉到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